青春是一首歌 如果我有一天有自己的歌在收音机上播 我就会开心一辈子 青春是不服输 不能让他说我不成我就不成 我就是行 青春是一种力量 你要没有一种脑牙的军事是不能成功的 青春是最美好的时光 这群歌迷有人加入有人退出 但是你曾经加入我也很感谢 开奖了青春季诚意之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各位好 欢迎收看中国电视银屏上首个青年电视公开课开奖了 今天我们的开奖了 请来了一位外交官作为我们的开奖嘉宾 要说起外交官 大家脑海中的印象可能更多的都是气宇宣扬 风度翩翩 言辞犀利 掷地有声 但是我们的这位外交官呢 他是这么描述自己的 我身上冒着乡土味 但同时也有着农民的智慧 我讲话比较直率 不喜欢弯弯绕 这样一位外交官 他究竟是谁 今天又会跟我们分享他的什么故事呢 请看大屏幕 中国外交界有一个著名的铁嘴 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指责 他让对手拿镜子好好照照自己 狭鹿相逢时 他说是汉子就真刀真枪亮出来 从事外交四十余年 他信和直率 屡屡语出惊人 他就是中国外交大使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 沙祖康 感怒 感言 不讲观话与套话 有人说他是中国外交的银派 他对自己的评价却是 我是中国派 四十三年前 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的他 投身外交事业 他曾处理举世瞩目的银河号事件 负责谈判全面禁止和试验条约 如今他风格依旧 无数次代表中国发言和谈判 他从来都不如使命 他说捍卫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我永远不会退缩 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奖嘉宾 沙祖康先生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沙祖康先生开奖 大家知道我叫沙祖康 六年后 年方六十六岁 我是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的 家里很穷 同学们会说 您这个年龄 那时候谁都很穷 但是我们家的手穷 我们村上要二百多户 有净两千的那个大村 到处第一名就是我们家最穷 兄弟姐妹多 父亲是个残疾人 我家里老大 所以母亲是结局反对我上学的 我还记得 每当我背了书包要上学的时候 我母亲就拿了把手把 就像镇定康的大门似的 堵着 不让我上学 那时候我父亲就会冲到门口 把我母亲的手把他抓起来 然后说 小鬼快跑 就这样我就跑到学校去了 由于很穷 我们上大学付不起学校的学费 每个月的护士费要十三块五毛钱 书费要九块 还有呢 从我江苏一星要跑到南京 需要有三块钱的汽车票 当时母亲说 我一年家里的费用 加起来还不到三块钱 这个学校上不起 在我考大学之前 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 她每天都要在祖宗的台外前面烧香 喜求祖宗保佑 不让祖康考上大学 后来由于地方组织的关心 我进了上了大学以后 国家给了我最高助学金 我完成了我的学业 七十年 大学毕业 我进入了外交部 然后就组织上决定 抽调了一批学生到国外去留学 我记得从全国各地 一共抽调了四十多万学生 要去二十六个国家 去学习各种不同的语言 在四十多万学生当中 有二三十万都是用英文出来的 那么到英国留学的名额 一共只有六个 终究学生的意见 你们想象不到的事 当时的大副都是一样的 一切服从党安排 当时我觉得我穿了一身军章 很结实 不像现在这么胖 我说 报告 第一 一切服从党安排 第二 我喜欢英语 希望继续学英语 我向主持保证 一定第一名 当时同学们都笑了 您怎么这么牛啊 我觉得我是有点 狂了一点 我就说 至少选个中等 当然你知道 要没有我那一次的表态的话 你就不知道把我安排到什么地方去了 完了以后一直到2001年 组织上决定 叫我到联合国去当什么 主管经济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 其实我是不愿意干这个活的 因为我的脾气不好 我性质特贫 比如说 这英语号世界是正经中外的国际大事 美国他们指责我们中国 通过英语号这条货船 运给伊朗 叫亚六喜律和牛肉甘醇这个化学品 并且最终在公海上近40天 派了两艘军舰 还有武装自身机 加击阻挡我们的英语号 要求中国政府把英语号开回来 很遗憾 我们的鼓励不够啊 我曾经想过 你派两艘船 老子派四艘 你派两艘 两艘 我派十艘 自认飞机 可是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力量 我们从国家主席 我们总理到我们外长 我们各级官 我们一直该买国家 船上没有这个东西 他们就是不信我们 因为他相信他们中央情报局的情报 接着是要进行核查 他们非常狡猾 等我们船迟进公海以后 跑了几个国家以后 他就告诉你 船上有东西 你回不来了 逃也逃不掉了 而且强迫我们 要么运回来 要么接受检查 我们在权恨过中利弊以后 同意在沙特的达马港 接受检查 国家部决定 派我作为调查的主长 去进行调查 我怀着一股不闹 这种感觉 我就把共产党员 共产团员 组成三轮小组 让我们叫美国的大病 一批一批的下船检查 这个内部的气候非常之差 白铁的温度是60度到66度 你们进入沙拉域吧 就这个感觉 十度多少 一百度 一批号是上的加板 上面上五层 下面有五层 那就是十层楼房那么高 对吧 每个机场相当于一个房子 当你进入铁板以后 沾到位置底下去的时候 你看这温度是很高的 真不好意思 很不高尚的行为 就是说 我叫他们把这个冷 把这个这个地封送来 就给我关了 让他们好好体会体会 这批年轻里长的小伙子们 下了船以后 一会儿就逃上来了 进往地下一群躺在地下 全是一个大子 看着 老子穿出气 哎呦我心里太高兴了 我谁叫你们自作自受来着 对对吧 让他们给你交涉 你必须恢复 这个电风扇等等 我说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 特别穷 这个技术也很入厚 那个机器一回好也回好 结果是什么也没查出来 再会儿要一个调查报告 我在国内就写好报告去了 这是经过中央批准的 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 中国和沙特阿拉伯 在阿拉伯到达达 几月几号进行了喝茶 警察 没有发现 船上没有 压力虚弱和牛肉干纯 这两项花月品 特殖证明 开会的时候美国人说 团长 我们带你的报告需要修改一下 我说这是什么修改的 我把报告拔弄过去 我说你好好看看 写得非常清楚吗 他们说我们要改一改 好了你押去吧 过来一个小时过来了 他们改了六个字 经过彻底的调查 断然的表明 根本就没有 当时我这脑子就撞不过弯了 我说美国人犯神经啊 怎么会这样呢 你使我批评精神最强 也不能这样啊 你说对吧 结果 后来进调查 是什么呢 因为负责调查是国务院的官员 而情报是中央情报局的 情报错了 最后的结果是 主管 英文号世界调查的 后来中央情报局 这部分工作的人 被解雇了 到联合国以后 美国的很多大宝子 大标题是说 中国这部外交 对外交官来了 要当联合副明书长 我在你说 他是铁杆共产党 我感到很自豪 所有国家 所有人都可以政治 信仰的自由 对吗 我感到很光荣啊 但是因为我是来自一个共产信仰共产主义的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级外交官 因此人家有点担心 我的公正性 那第二 说这个人还非常之 很强硬 有的是还非常 比较霸道 比较凶 你知道吗 所以有的人说 说我老兄来 我们是不是要离开啊 你说是吧 我啥子玩工作一个名言 工作你的事 哪怕的耗子 在我前面跑过去 工的母的 我全知道 谁不想糊弄我 这是我杀手放的工的作风 我二十多年没修过家 到那天完以后 我前面有四个月 是四点钟 零晨四点钟摔校 八点钟上班 以后是近两年的时间 零晨三点钟摔校 八点钟上班 三年多以后 我是一直到现在 固定在零晨两点钟摔校 我没星期六 我也没星期天 你们说你傻了 你还没耐识你 我的逻辑是 天下没有耐识人的活 只有气死人的活 比如说要有充分的准备 我们还是要练功夫 要有耐功 才能把自己工作搞好 人家说你的脾气那么炒淡 那么坏 那么横 干什么 您还要有点实力的 不是光靠骂能是不行的 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也经不起我整天周末你这件事 对吧 我吃了饭什么也不干 我就整天周末我这个工作 我也不搞社交 我也不搞辣关系 我也没这个功夫 我也不干兴趣 我就整天干我这个活 当家我干这个活 我就干好这个活 干这个样子 你看看 联合国成立六十多年了 那么联合国和各些国籍组织 是干什么的呢 大家知道 这些组织是搞立法的 是定国籍规则的地方 我们中国在国籍组织当中 工作的国籍资源 是非常之少的 在联合国来讲 除了一个副秘书长以外 中国的 连一个局级干部都没有 而联合国的秘书组 或者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秘书组 是非常重要的 我发现这个情况以后 我就觉得这个局面应该改变 可是我们中国 很少去竞选 国籍组织的一把手的位置 那么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鼓励增强了 我们影响力也增长了 我觉得应该试一试了 因此在07年的时候 我就提出了个建议 能不能由中国人来竞选 WHO世界卫生组织这个位置 通过我们的努力 大家的支持 我们终于成功了 这是在我们在中国 在历史上 第一次 打入了重要的国籍组织的一把手 说起来真不好意思 我们曾经 竞选过世界气象组织的一把手 竞选的结果是 我们一共得到两票 一票是我们自己的 可是今天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 我们以世界卫生组织 历史上多次竞选当中 以最高票 仅一二十票的多数 我们拿到了这个位置 这位总监师 就是我们来自香港的女士 Margaret Chan 叫陈峰福生女士 她的钱呢 是一票自杀而当选的 我就举这些事情 来说明 这样就使得我们 能够有机会 跟深入的解落 国籍组织的活动 我觉得我们国家 充满着希望 我们的梦想 一定能够实现 但是希望基督在你们身上 我已经是劳力 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 夏祖坑先生 给我们带来的 如此精彩的开讲 我们叫您沙老 您不介意 反正姥姥 我们跟随着沙老 是经历了 他的职业生涯当中 最惊心动魄的那些瞬间 但是也感到了 一种强大的力量 通过沙老的演讲 灌输到了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当中 那么在这个演讲的过程当中 很多同学啊 问了很多的问题 首先大家一个感想就是 您小的时候 虽然家境贫困 但是真幸福啊 母亲拿着扫把 站在门口拦着说 不许去上学 很多同学都很羡慕 现在的孩子们累啊 上学 所以现在的孩子们 哪天家长要站在门口 拿着扫把说 你今天不许去上学 孩子们会跪下来说谢谢 所以时代不一样 这个年轻人的很多想法和诉求 也不一样 我不知道啊 您家里就比如说孙子辈的 他们现在上学累吗 您心疼他们吗 他们很累 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方法应该进行彻底的改革 跨部门的这种评论 您不担心啊 我不管他们评论什么 这是我的看法 够的好 有同学 用了四个词 评价您今天的演讲 言语简洁 思路清晰 幽默从容 不容置疑 然后他紧接着说 谁敢质疑您 那就是摊上大事了 不过也是啊 您所经历过的那些挑战和考验 就拿那个银河号事件 您当时说 把电风扇给他关上 这听着我们太解气了 这个同学说 下一次 我们应该把暖气打开 再有类似的危机 可以考虑这个年轻人 有签读 我们这也不能给他这种机会了 他们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连让他上船的机会都不能给了 但是这个同学紧接着问了 说这个摊上大事 您关注的可都是大事 您生活中关注小事吗 有原子弹导弹咱不说 鸡弹多少钱一斤 您知道吗 我很对不起我的夫人 我只参加工作以来 从除了头几年 每个月把工作全部寄到家里去 留下护士费一万 我一直不知道 到目前为止 都不知道我的工资是多少 您知道您说的这番话 多少男生也会觉得 您太幸福了 作为中国大使 您去过那么多国家 而且您又是学外语的 对语言的这种天赋和感悟 显然是超乎我们想象 您会用几种语言说 我爱你 问题的重点在后半句 您会经常对您的妻子 用不同的语言说 我爱你 您以为萨老师天天在家 开联合国会议呢 不好意思 在我的记忆当中 好像我和我爱人结束 从谈恋爱到结婚 在四十多年了 对吧 好像我都没说过我爱你 我也没 更不要说中文都没这么说 但至少我想不起来了 因为我更没说 对吧 但是我们谁都知道 对方 是个什么 我可以断言 为了我 我爱人 枪林待遇他都敢打 我也同样 但是您的刚才的这番表述和回答当中 我觉得有一个词 在您心里 是可以用来代替我爱你 那就是枪林待遇 枪林待遇不好说 我跟我爱人谈恋爱的时候吧 也没什么像现在 那么亲情我我的事 我一起以后 我就说这样吧 站在你面前的小伙子 将来有两条道 第一 干你反事 第二 断头台上见 我的政治逻辑是 伸当做好几 死业为鬼胸 我跟我太太说了以后 现在的太太 当年的女朋友来说 小莎 无论你到哪里 我都和你在一起 接下来 我们是前排的 我们的青年代表 有什么问题 尽管问 莎老已经说了 什么问题都行 只要不涉及国家鸡皮 来 高家涵 少老师您好 刚才在您的演讲中 您也提到了 其实在媒体上 一直有很多 关于您的报道 那么您的这种 强硬的直率的态度 甚至成为了 您的一种个人符号 比如说 您曾经在接受 BBC采访的时候 面对美国 对于中国军费问题的指责 您是直接说 我希望美国人最好闭嘴 那么我很好奇的是 您在外交上的 这种强硬的态度 到底是您的本性使然 您的个性就是这么直 还是说您是有意为之呢 他这个问题 比较柔 如果尖锐一点的话 就是您的强硬 是真的还是演的 再尖锐一点的话 您的强硬 本色还是作秀 我不喜欢作秀 我觉得外交是国与国直接的关系 但是外交的任务的执行 是能与人直接的打交道 人心都是漏作的 你只要真诚带等 我觉得对方也会真诚的带你 当然你不要期待他真诚带你 但是我觉得应该 要这样的态度来接交往 这样才能赢得信任 有的事情确实伤了我的执政心 每个人每年赶紧提这个军事庄案 而且提的 而且把你说的一塌糊涂 而且他每年要出一份 叫国际人权白皮书 192个国家 除了他自己 他191个国家的人权账号 他都要写的 有很多的批评和执政 那么这个里面就完了 他为了都不写他自己 这种事我是不公平的 且不说你伊拉克打死多少人 阿富汗打死多少人 我就不说你了 国际的问题我也不说你 我相信你自己能够改正 但是你不讲自己的问题 单独来讲中国一家的问题 而且和医生形态来挂钩 当我中国五千年 我赶紧四千八百年 我存在你还没有生下来呢 就是你生下来是超级大国 你不就是二百年超级大国吗 那我四千八百年超级大国 我没想你那么牛气吗 你说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在这 所以很多时候那种强硬的态度 确实是您那一瞬间真实的情感的表露 是的 但是问题话也要说回来 那么五千年以后 你怎么还在发展中国家呢 他二百年怎么成了超级大国了呢 那他们有一些值得你学习的东西吗 我们应该许下心了 认真学习一切 但我有用的东西 我觉得说是心里话 你说我做修 我没做修 我讲的是事实 对不对 如果我整体说你的话 您做何感谢 大家 你给沙老师介绍一下 你自己 我是来自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硕士研究生 我曾经也有过当外交官的梦想 并且还想过要报考外交部 我很想请问一下沙老师 您觉得我适合当一个外交官吗 我想今天你来参加我的这个开奖了 我就觉得你就合适 那你的梦想怎么样了 准备报考外交部 后来呢 暂时放弃了 就很多其他的长辈也会说 外交官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 那沙老师您觉得 您心里有过遗憾吗 有过在这个外交事业当中 又放弃了自己的家庭很多时候 只有让我记得孩子 我和他讲话 他不太爱理我的时候 我有点遗憾 王熙晨 沙老师您好 我还是叫你沙大使吧 我是来自外交学院的学生 我也是学语言的 有一次呢 您在我们外交学院演讲的时候 曾经说过一句话 您叫我的说 我要赢就赢定你了 不然就把我的尸体抬出去 在您43年的外交生涯中 您说你从未输过 您以常胜将军的头衔为傲 那是因为您很怕输吗 您有没有考虑过 要是哪一天您真的输了 您会怎么办 我叫常胜将军 您注意我什么时候讲的啊 您现在还没有工作 其实不能说您是常胜将军 我是在我离开外交战线 那个时候我讲的 我沙主汉的外交生涯 是一路胜利一路割 从来没有打过败仗 为什么 因为我在也不打仗 我想追问您一个问题 这个外交上面有输就有赢 当您拿下的时候 一定是对方失去的时候 您一辈子没输过 那么可见跟您碰的对手都输了 您有没有考虑过他们的感受 您刚才说过 人心都是肉掌的 他们回去 有的可能就撤职了 有的可能职业生涯就完了 后来还有过做朋友的时候吗 所谓赢可以是单方面赢 但这种事情比较少 一般谈判都是双赢 而且必须是双赢 国际协定的谈整 必须要能能够能接受到 以真心诚意的维护国家的利益 千方百计的维护国家的利益 真的赢得对方的尊重 刚才高家涵同学说 他是曾经想过要当外交官 而我跟他不一样 我是现在还想着要当外交官 我也不问沙老师 就是说我是合不合适 因为沙老师肯定会说合适 我给沙老师 你怎么这么自信呢 我给沙老师出一个难题 就我跟高家涵同学相比 您觉得谁更适合做外交官 我觉得都合适 不不不不 这个答案不行 小三一听我讲 你们两个风格是不一样的 我能感觉到 您是比较善于交往的交集的 而您呢比较内向 给您的感觉比较稳健 而且比较外 他能问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外交官我就觉得 如果都要我杀死了 一直不可能 第二天下也要乱套 但是我就觉得呢 人应该有允许有不同的风格 要利用好你自己的风格 而且发挥你的强项 我们外交上不要欠人一面 政策是一样的 风格是允许是自由的 谢谢老师 这样我就可以坚定的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谢谢老师 你可以安心的坐下 来 赵普 我叫赵普 来自新华大学 我是一个博士研究生 因为我据我了解好 没有什么博士去做外交官的 一般就是面试就直接pass掉了 为什么 因为好像学历过高 或者是这个 有这么表扬服务的 刚才您也提到了 就是像国际主持 我就感觉非常亲切 因为我去年也在教科文组织实习了六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工作包括我的平时生活当中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您今天所体验出来这种强硬 富有激情这种人格魅力 跟我们印象当中这个中国外交风格好像相距甚远 或者有所反差 所以我想就这问题想听听您的意见 软和硬是方法问题 要看什么问题 标准确实你看我的利益是什么 核心利益 还有重要的利益 还有一般的利益 我们根据利益来决定我们的态度是硬还是软 中国刚解放 所以在朝鲜战争 谁都认为中国刚刚解放 百费对举一千长百空 你什么可能和联合出队呢 一美国为首的 那毛主席说一声令枪 熊九九七样样 百万雄师过大枪 打了个平手 再后沙巴谢封南北朝鲜 你说哪个不是这样的吗 中国人是有种的 我们不认为是打局部pass 核心利 那是你碰不得的 要不然 我们中华民族不可能生存五千年 我还要纠正一个情况 我相信外交部从来不会说也没有这样的做法 反正不是的话 他们over qualified 他们水平太高 而至于不能搞外交 没有 我们需要各方面的人才 尤其需要像你这样的有心 有志于保效祖国的 有专业知识的 所以关于博士生不适合当外交官的谣言 在这终结了 不要刺激散播 吴先生 小三师兄好 夏老师您好 我觉得特别巧 因为我妈妈一直有个外号 就叫联合国秘书长 我爸爸给她取的 因为我从小 我们家庭之间 或者邻里之间有什么矛盾 我妈妈一定都是第一个出来调解 当然她那是冒牌的 你这是货真价实的 我也看了很多您的资料 说您是一个个性十足 非常强硬的外交官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都不怕您 我想可能是因为 您没有直接冲着我来 所以我真诚地请求您 能骂我一句吗 你就那句闭嘴吧 好不好 好用英文 杀他吃点劲 我长这么大还是低 我想真实地领略一下 您工作状态的风采 我不会骂人 除非发过发急的时候 你把下制作厂 我叫最谁为难的问题 我说我没喜欢骂人 我觉得我神级不正常 只能说你的问题还没有刺激到杀老的那个状态 杀老都是在代表着我们的利益在外面去枪林弹雨 他怎么会掉个头来骂你 杀老您代表着我们的利益 您肯定自己受了很多委屈吧 您这种性格直率感言 不服输 您吃过什么亏吗 反正我始终进了外交部吧 由于我这个性格 一直不必看好 每一个人说 我杀之光的外交部能够生存的 后来我进升至到今天 所以他们说 这是一个奇迹 你是得载了吗 我也得载了 我会经常自觉和不自觉地得载了 但是我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我真诚带来 我可以当面叫你下不了台 背后我一般敬价你的好话 我对我的部下要求的非常之的严格 严格的叫你乃于忍受 但是接到他父母 接到他同事 在他背后 我谈的都是他的优点 我觉得问题应该当面讲清楚 包括很多领导都说 杀老是你这个人 街道嘴 斗福星 我这是国家之灵 不能泄露 我也相信人类性格本来就是多面的 我一直相信铁汉是有柔情的 您在您妻子面前是什么性格呢 我是一个比较家长制的一个父亲 我叫做一个丈夫 他们说我是大丈夫主义 结果我个子很矮 因为我是生长的家庭就是这样 我在家庭的时候 母亲看到我去洗衣服 或者去洗碗 她马上也起来阻止 这不是你干的 不算 那么换句话说 如果换一种情况 叫弟弟有张 有张家里弟弟有活 要挑带啦 挑缝啦 哇泥啦 种很累的活的话 给我挑菜 因为常常我就是个男人的活 这是我们的传统是这样 我那时候这东西有点影响 所以家里的活 种活 累活 脏活 我是不让我太太干的 但是一般的洗洗碗啊 烧烧饭 买买菜啊 管个钱啊 那就是您干了 现在家务也就这些了 你现在谁城市住在家里 还去担担土啊 什么的 那个通吃地牙 真的要出生汗的 那就北京灰尘也多 这活基本上就是我的了 对不对 拖地家里是你 这是我的 但是您说啊 您都让太太干清活 干一天两天容易 干四十多年不容易 我还要纠正一下 我太太是我的同班同学 她也是外交官 她当过我们印度士官二把手 当过我们新加坡的二把手 当过我们福山总领事 因为我以前有个规定 是夫妻两个同时当大使 因此她的总领事刚过上退下来的 所以她并没有一直给我烧饭 小老婆想问一下 当两个外交官在家里发生矛盾的时候 你们一般通过什么途径 来解决纷争 一般来讲呢 我还有一个风险是 好男朋友女动 不是妻子妇女 我就觉得 一个女同志找了你这个男女 把她一生的幸福交给了你 我觉得让你的妻子幸福 愉快高兴 这是你应有的义务和责任 好 女同学率先鼓掌 男同学都得好好学一学 我觉得 正是我们每个人都找到 像您这样的归宿 但是我们两个一个原则 当她发火的时候 我绝对不吭气 对吧 等她火气过了以后 我来进行反共倒算 对不对 当我发火的时候 她会自觉的特别善善 等我好了以后 她要反共倒算 总要把事情 还是要讲清楚的 千万不要 在对方发火的 你也跟着上 那要出事的 会容易引起家庭暴力 我总结了一下 只能说明你们两口 都有外交官的智慧 那最后吧 我想有一段话对您说 您刚才说 只有当您跟你的孩子讲话 他不太爱搭理你的时候 你才感到遗憾 那我也为人子女 我想告诉你 您不必介意 很多时候 我们的爱 都是放在心里的 祝您何家幸福 谢谢吴先生 夏绿康先生你好 坦白地讲 我也不喜欢您一些 侵略性的 甚至有些粗鲁的言辞 比如像刚才提到这句 Shut up 我觉得言多必失 那在您从71年到现在 所有的外交生涯之中 您最后悔 最失望的一次谈判 或者一句话 是什么 我刚才听着吹过 我一路胜利一路歌 是的 我没有失败过 那您有没有说出过 让您今天想起来 会有点后悔的话 没有 一句都没有 包括他说的 刚才面对美国人说 Shut up Shut up 我觉得讲得很好 这个其实是常识性的文 他不是不懂 他是虚意的 我们叫做Shut up的时候 也就是说一方 你张傻 你是无名其妙 你是必有用心的 因此我用这种 非常粗鲁的言达 说出去了 这个当然了 最好不要这样说 也可以 但是所以就说了 我没什么很后悔的 对不对 我凭什么 他不是问我后悔 刘薇 沙老好 小沙老师好 我叫刘薇 然后我是刚工作不久 然后算一个职场新人 想问您一个 关于职场的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 现在有一种现象很普遍 就是下属 在面对领导的时候 经常就是有一种畏惧的心理 就是不太敢表达 自己心里真实的想法 那沙老您是作为 中国外交鹰派的一个代表 在外交场合 您对对手 可以是毫不留情 非常强硬 那想问您的是 那在您的工作中 您对您的领导 也敢跟他拍桌子叫板吗 我跟高一说 我坦白讲 我记得领导 用老同话说 叫做哪户不开 听哪一户 因为我就是记得领导 用不着算是英明 伟大光荣正确 你不伟大光荣正确 你当不了领导 我记得你肯定 是我要提起解的 因为也很难抓住 你这个领导有的时候 特别是高级领导 所以我都是提起解的 我讲清楚 你是跟我只是一定要明确 其外别跟我 有理有理有监 既要机制原则 又要注意方法 正确永远属于领导 错误永远属于我 那是不行的 对吧 该下去到 你得觉得 但是我把道理讲清楚 我情况讲不清 分析利弊关系讲不清 那我负责 我只建议 您必须给我答复 对不对 所以你要注意方式方法 考虑效果 要相信领导 尊重领导 一个从不相信他们的智商 你们觉得我脾气不好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在联合关 五年里一个月 我没和我的部下 吵过一次下 那您和领导吵过吗 我和潘吉文吵过两三次 也就和他 民间传说 有一次在聚会上 大家举杯唱饮 气氛相当热烈 很高兴 您在激动的时候 说了这么一句话说 潘吉文 我知道你一向不怎么喜欢我 但是我也不喜欢你 此事当真 是的 我确实是这样说了 老潘这个人啊 恐怕在联合历史上 女士长历史上 没有像他这样工作 能真的 但是呢 他呢总是 非常之温柔 风轮只讲三分话 因此招了很多 对他的非议 我要保卫 捍卫 我们尊敬的潘吉文先生 但是我又不愿意 给大家照着感觉 我在拍他马屁 一个拍马屁的时候 讲话是没能相信的 而且谁都会看得出来的 所以我就说 潘吉文先生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坦白的讲 我也不喜欢你 我不再就不想 当这个联合国副秘书长 我说 如果你明天把我开除了 解雇了我了 我现在就感谢你 但是我要讲几句公道话 第一 自从你到了联合国以后 联合国没出过一切丑闻 那第二 你到联合国以后 在财务问题上 才有公开透明的制度 你第一个 申报你的个人财产 杀猪康是第二个 我是超马气的呀 我是为了保卫他的 结果有这个资产很低呀 一煮人了 十几个人才一瓶葡萄酒 你说能喝醉人吗 那杀猪康酒后大骂潘吉王 就造成了这么一个消息 夏老师你好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两岁孩子的妈妈 然后呢 也想问一下就是 当你妈妈拦在门口 不让你去上学的时候 你埋怨过她吗 我当时当了埋怨的恨 但是在我年龄的增长长大 对吧 我越来越觉得我母亲的伟大 她老人家尽管走了 但是我时时刻刻记住她 包括我经历 我很多的文化 我的性格 很多一些元素 都是我母亲给我的 尽管她没有文化 但是她用中国的道德品格 中国文化渗透在这个学业当中 她影响了我的童年 而是形成了我的性格 她说能活得也有志气 宁死也不能低头 男子旗下有黄金 在任何时候要有种 要是个男子汉 我母亲就这样教导我的 我就这样做 谢谢 但是我听说好像老人家故事的时候 您也是因为工作 对 我呢 老觉得我母亲身体好 因为她一直是劳动嘛 体力也很好 身影也很洪亮 实际上我母亲 她有这个病呢 她这个 我不是很了解 然后完了以后呢 碰到机道的电话 哎呀 孩子 我想你了 那有什么什么的 他们母亲的事一般都是兄弟姐妹的事 啊 家里灵灵 没什么大事 啊 我说老祖宗啊 你儿子这忙得很啊 等你儿子完成两个谈判以后 我再来找你谈 我一定妈妈 我一定听你好好说啊 有什么时候你给儿子说就行了 这就是最后的告别 完了以后没记得他就走了 我就取消了所有的访问 在这段的时间之内 我都在银行区块都不会的 但是我叫他们赶快买机票的买机票 我自己他妈妈 我这个找什么意的走啊 想办法拿着各种政策 全带上包含银行区块 完了直奔机上到家 四天四夜都快零路了 我四天四夜在我母亲的仪器旁边 就在一个没有任何所谓 现在叫暖气的地方 对不对 我就摔着她的手 我就一直送到大户房 我了求我的心愿 我在这儿只要有任何机会 到我家乡 我要多去 扎进去 磕个头 烧个香 表达一下我的意愿 我在这儿 我觉得我挺安慰 我总觉得母亲永远和我在一起 当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包括今天 我妈妈一定会说 你这个孩子表现不好啊 带同学们态度不好 她会这样讲的 你能不能嗓子低一点 能不能忽悠一点 这么大年纪了 都快当爷爷了 说话能不能柔和一点 她会这样说的 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吗 叫忠孝男两权 但是我想 您一辈子 按照您母亲跟您说的 男儿膝下有黄镜 宁死不低头 做人要有原则 要有尊严 要有底线 您做到了 我想这是对老人家最大的 一种欣慰 最后还有一位年轻代表 李少博 老沙你好 您经常说自己是一个农民外交官 其实我是同意的 刚才您的演讲中也有意无意透露出来 是农民的智慧 可是智慧就是智慧 为什么总是要把自己和农民这样靠边呢 这样能给您得到什么忙 爷 我确实是农民 家庭出生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第二 我觉得农民有很多优点 勤劳 苦涉 不过艰苦 这是他们最良好的品德 另外 农民他们确实很聪明 他很实用 因为种张架子很实在的 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他没有什么妥协啊 协商啊 他讨论的余地 而且必须在这个时节想出办法 否则季节一过 没戏了 就没戏了 所以我的作风 我叫农民的智慧 我外交 我谈判 我是很实在的 我的措施是很得体的 我要卡住你的命脉 哪个地方是你的软肋 我看准了 我就往里插刀子 我跟你说 这叫农民的智慧 可能农民的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直来直往吧 就是不会绕弯 说话很直接 声音也很大 但是现在年轻人 可能也想模仿杀老一样 去做一下这样的事情 但是这样直来直往的作风 会不会去伤己伤人 在职场真正的工作中 会遭人排挤呢 我改进行认识地讲 你们别向我学好不好 因为学的 你可能在现实生活中 我碰到头部去流的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讲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每个人应该保持自己的这种风格 有些人包括领导都是不一定是很赞成的 他们都在千上百计地帮助我 而且一帮就是好多年 但是发现我这个人没救了 他们就放弃了 所以人家有的工作当中 有意见人家反应上去了 说老杀骂我们了 谁呀 傻大将军 就这脾气 好嘞 所以我也成了品牌了 也就成了我的力量了 也成了我的优势了 某种意义 我就讲了 关键是真诚待人 实施求是 尽量的公正公道 您会得到朋友 得到大家的理解 其实性格是 作风是可以是多做多样的 不要为此而干道 站在世界的舞台上代表中国的 不仅仅有沙祖康先生这样的外交官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代表着中国 哪怕你就在自己家里坐着 这个媒体的时代 你说的每一句话 做的每一件事情 很有可能 在第二天 就会让全世界知道 所以你在说什么 中国就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你站在哪里 中国便站在哪里 你是谁 中国便是谁 你是怎样 中国就是怎样 掌声感谢大祖康先生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场 谢谢你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